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Hello Della 好 大家好 之前有很多集我们都帮我们探讨过 一个脑退化的圆胸 那些胸手原来其实是很多西药造成了 然后你也介绍了一连串的食物 一些营养素 一些东西帮我们如何去医治或者预防 其实还有没有一些工具可以令到我们 在年纪长大的时候 但是我们脑筋继续是这么灵活这么强壮的呢 还有没有一些工具呢 其实呢 脑退化很多人都会紧张的 有时的人突然发觉自己 哇 死了 哪个人的名字好像很面善 但是经常记不住啊 或者出去买东西又经常漏东西啊 这个经常都会有的 那你开始紧张了 有什么做得呢 其实有一件事很简单的而已 其实呢 这个工具呢 就是你手脚 嗯 OK 简单来说呢 就是你那个用运动 是 OK 其实这方面的研究是很多的 啊 发现呢 很多时候呢 什么导致我们那个脑退化呢 其实就是我们不做运动 嗯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呢 就是坐在沙发里面 啊 只看电视啊 啊 什么都不做啊 那不会说走去走一圈啊 那这些是一个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 嗯 那研究方面都挺多的啊 那其中一个呢 就是Wisconsin 美国的Wisconsin大学里面的医学院 就跟踪三百个长者 那他发现呢 如果那些人呢 运动呢 每天五次或者多过一个礼拜呢 那他呢 就会令到你那个脑的那个细胞的那个损失呢 是会会阻住他 阻挡他的 嗯 那不会那么容易导致老人痴呆的这样的 那那他们的研究发现呢 如果老人家呢 如果他是经... 啊 即是如果是运动的话呢 那他那个脑里面那种 我们经常叫做Beta Ameloid Plaque 嗯 那一种那个那个 那个淀粉状的那个蛋白斑块呢 就会少一点的 那大家这个呢 这个跟老人痴呆症的那个Alzheimer呢 是直接的一个指标来的 是 那同时呢 运动的人呢 他发现呢 他那个那个河马区 就是负责 所以我们那个记忆能力的区呢 他那个也都不会缩得那么多 是 运动就肯定很好的了 那另外呢 在爱丁波大学呢 他也都研究发现呢 如果一些人呢 就是说是90岁以上的那些长者呢 如果他是保持他的运动呢 那他那个 那个脑的那个size呢 是会大过呢 一些人呢 就是没有 就是只是想着 什么都用那个 遥控搞掉了 嗯 所以你看到呢 这方面的研究呢 其实都都挺多的 那在爱丁波大学里面的研究呢 他其中一个呢 就直接用那个电脑掃描的 是 在脑掃描那里呢 发现呢 他就是 集中在脑里的那些白质 白色的那些物质 他通常呢 white matter 这些的呢 就是通常呢 就是用在那个 脑里面的那些 大家连结讯息的 ok 那些功效的 那他发现呢 如果那些人呢 就是说70岁以上的长者呢 如果他是能够继续去运动的话呢 他的脑袋的损耗 和功能的方面呢 是很多的 那就是说呢 很明显的运动呢 是减低我们那个 我们多方面的那些病啦 就是很多年纪大的那些病啦 比如心血管问题呀 癌症呀之类之类 那大家这方面已经知道了的了 那但是呢 现在发现呢 运动呢 就是呢 是 就是帮助我们的脑袋呢 就不会那么容易退化 以及保持我们脑袋的清醒的能力的 嗯 所以呢 运动呢 不单止是令到你 就是看见美哈 嗯 但是运动呢 是令到你的脑袋呢 都更加好的 嗯 还有呢 那个运动呢 是不会说 因为我们运气大了啦 就可以不需要做那么多 就是不能够做那么多运动呢 其实不是的 其实运气越大呢 运气越大呢 运气的效果是一样那么好的 哦 原来这个新的工具呢 就不是什么新的药物来的 而是我们的运动的 那我们应该是 怎样去做运气的运气的 这样好一些呢 这个就叫做 其实很简单的 这个就是运气的 其实呢 没有什么药物呢 可以跟运气的 比较得到的 那好了 那有些研究呢 譬如好像在 B.C.省 UBC那里呢 加拿大呢 那有个研究呢 他直接呢 就是用那个运气的 已经有问题的那些 现在不是说预防它衰退 那他发现有些 比如60岁到70岁的那些长者 那他已经是有 有思觉就是认知的问题 那他就用六个月的时间呢 就用运气的 还有呢 是用那个脑袋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运气的那些 那就改善了呢 他们的那个思考能力呢 还有那个 就是那个 智力 就是那个reasoning 那个方面的 就是说呢 就算那些人已经是差了呢 你都可以用运气的方法呢 是要练好他的脑的 嗯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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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方面的 就是很多很多这方面的 的实际的研究的 那很多时候呢 有些人问呢 那譬如你做运动是怎样做是最好呢 有些什么运气才有效呢 那我们的研究 他们发现呢 那当时他要做 就是六个月的 基本的 是要比较上是中度到高度的大氧运动的 那就是大氧运动的意思呢 就要将你的心跳率呢 是去到呢 是你最高的心跳的六十到八十个百分比 那好了 那就是多少呢 那什么叫最高心跳呢 那通常我们怎么计呢 通常呢 我们那个最高的心跳率呢 就是二百二十减你那个那个 那个燃灵的 嗯 OK 那譬如你七十岁这样 那二百二十减七十 那就等于一百五十了 好了 那你的运动呢 是要维持在八十个百分比 是 那譬如你七十岁的人呢 那你用二百二十减你的燃灵 那变成一百五十再乘呢 再乘成就是八十个百分比 那就是成为一百二十 那就是一分钟呢 是一百二十 那记住呢 做这些运动呢 是要持续的 就是要持续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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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时间 那每次做呢 就起码做三十分钟 OK 那一个星期呢 就三次至四次这样 是 那好了 那我们的研究 继续研究的发现呢 他说原来呢 不单止是可以帮助你 可以减低你的脑退化 那也有些人呢 是有些遗传的基因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譬如有些老人痴癌症的人呢 他有个遗传 有些基因呢 是容易有这个问题的 那我已经知道呢 遗传基因有几个啦 譬如有的 APOC APOC E 啊 Catharin 啊 还有 ABCA7 那这些呢 都是这些遗传的基因呢 是说这些人呢 是容易有老代的 就是容易患老人痴癌的 那反而呢 就算有这些人 有这些基因的弱点之下呢 如果他是真的肯去运动呢 是完全可以避免这些这样的问题的 那也不是说呢 你有个遗传的那个弱点呢 你就一定会有衰退的 你用后天的方法呢 是可以可以弥补的 每人都知道呢 就是运动是很紧要的 那你刚才提到呢 大洋运动 那可能都是讲的呢 是些游泳啊 跑步啊 行啊 踏单车啊 那些东西的东西 但是呢 很多人呢 就未必想做这些运动的 他只是做 想做一些呢 是就是比较静止一点的 负重运动啊 譬如好像举重那些东西 其实这个呢 对于那个训练我们的脑筋呢 也有没有帮助的呢 其实呢 运动方面呢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 那我跟大家分享 有一个有一个研究呢 很有趣的 他发现呢 他说如果那些人呢 记忆方面呢 如果你是做运动呢 是令到你那个记忆呢 是会改善的 嗯 那他的运动呢 其实都是用呢 是用什么运动呢 是用那些负荷重的运动 嗯 那这个就在 在Georgia Tech 大学里面 应该是美国的 那大学呢 那他就试下呢 就用20分钟 就是那个 负荷的运动呢 看看他对那个 记忆里有没有改善 那当时呢 用一些年轻的 他做年轻的 那他通常做呢 每一个参与者 就叫他看50幅 即是图片 那有些是好的图片 那有些是好的图片 那有些开心的小朋友 那有些是 就是负面的图片 那有些是 可能有些死尸 啊 好肉酸的那些东西 那也都有一些是 中性的影像图片 一个钟啊 一个马啊 那这样 那通常呢 他就先给他看50个图片 那一半的参与者呢 就叫他做运动呢 就叫做 就是举重 就是一只脚 那只脚呢 是来到做那个运动的 来到举那只脚 那他通常呢 就是视乎 他的最高的负荷力 那就用这个方法 那另外一半人呢 就不是的 那坐在那呢 做那个研究人员 就动他的脚 就是他的脚都动 但是不用用肌肉的 那好吧 那当然啦 那我们研究人员 就看看那个 那个血压 那个心跳率 和那个血压 那还有呢 他就量另外一样东西 就叫做 norepinephrine 那是一种荷尔蒙来的 那是神经传递的东西 norepinephrine 就是去甲腎上腺素来的 那就是measure这几样东西 好了 那跟着呢 就两个日之后呢 那照这些的参与者呢 就再重新再看 90张 90张那个 就是有正能量的 中性的或者负面的图片 那做个肯举重的那些人呢 他那个记忆那些图片的能力呢 是起码呢 是好过那些没有做运动的 大概10个percent 嗯 ok 那当然啦 如果那些图片是有些情绪的 正面或者负面的情绪呢 他就容易记得多些 是 那就是说呢 简单来说呢 就是做一个这样的 20分钟的简单的运动呢 是可以增强你的记忆力呢 是两天那么久的 嗯 那就是说呢 是改善 是加强你这方面的 是 那当然啦 你不用一定去gym这样的 就是任何的大 就是负荷 负重的运动呢 可以自己蹲下啦 是不是 可以自己做push up 其实很多很多方面的事情 都是很容易做得到 就不用一定去gym 这样去做的 医生提过呢 做那个负重运动呢 都可以增强那个脑记忆 那些运动 那其实这个有些什么的特别呢 其实呢 我们昨天所说呢 就是如果你给身体的压力 就是负荷 就是大重运动的一种压力啦 那我们的脑呢 就会释放 我曾经所说的 no epinephrine 就是去甲肾上腺素的 那这个荷尔蒙呢 是会增加我们的那个 醒觉性啦 会加强我们的那个 集中的能力啦 和呢 亦都增强我们的那个 那个记忆的 OK 那方面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虽然我曾经所看到呢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如果那个记忆的 那个资料是有一些 有些情绪在那里 就是负面啦 或者正面呢 那你的记忆是更加好的 那好了 那这个荷尔蒙呢 是因为我这种这样的 原来负荷的运动呢 是让我们做到出来的 那另外一个研究很有趣的 是伦敦的 就是在Kings College那里呢 那2015年11月做的 那他呢 那他呢 就看看呢 我们那只脚力啊 啊 和我们那个思考 我们那个认知 那个功能的关系 那他就研究了大概 324对 啊 就是妈女 啊 324对妈女 10年的时间 那他发现呢 那他发现呢 如果那个妈女呢 如果那个呢 啊 有一个 其中一个呢 啊 如果他的脚力是 是强的话呢 就是 就是特别强壮的时候呢 他发现呢 他那个思考的功能呢 是好一点的 那他发现呢 他那个 那个脚里面的灰质呢 是 就是 都是多一点的 ok 那当然呢 你说 就是 每天这样行 每天你行三四十分钟 当然不是那么难的 嗯 但是呢 我只是要求你一个礼拜做两次 20分钟的 就是加强你的脚肌肉 是不是 那是可以更加容易的 那当然了 大家应该两 就是两方面都去做的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那个大 那负荷的运动呢 还有会增加到 的那个 那那个 那那个 那个 a 那个高元素的 这是叫 那个男нее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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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那个 chen 就是 那你的 那就是 就是啦 大 很多方面的好处 当然 大家知道呢 這句a 它的划 負重的運動也幫助我們防止骨骰鬆疏 運動方面不單止是大氧運動 還有負重的運動 其實各有好處,很多研究證實他們對腦袋非常好 對記憶力也非常好 醫生,剛才你也提及過不同的運動 有游泳、打球、走路、跑步等 有負重的運動,訓練我們的肌肉等 其實有沒有研究表達哪些運動會比較專長 集中在哪裏比較好些 其實都有這類的研究 其中一個研究是看我們的腦袋的河馬區 河馬區最主要是記憶力方面 河馬區發現我們可以量河馬區的電波活動能力 即是當你的記憶力好一點的時候會弱 河馬區的腦電波會比較強 還有很簡單的方法是用不同的運動 來比較在河馬區方面的反應是怎樣 這是芬蘭的研究 其中一個就是長跑、大氧運動 另外一個我跟以前也介紹過 現在一種新的運動的方法 是可以省些時間的 我叫做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即是你突然急跑 然後你就慢了慢 然後你就很急地跑一輪 然後就慢一慢 其實你可能幾分鐘 他們認為就是8分鐘這樣做 急跑一輪 慢跑一會兒 然後急跑 這是最有效、最簡單、最浪費時間的方法 這是第二類的運動 再加上那些是舉重運動 是 他們用河馬區的腦電波活動力 就看看哪一類的運動最好 他發現最能夠改善河馬區的運動 就是大洋運動 即是長跑 另外一個就是高運動量 然後又休息一下 叫做High Intensity Interval Workout 即是間断性來做 這個都可以的 但是發現 那個人就這樣舉重 他這個神經那方面 即是神經細胞的增長 是沒有那麼好 當然這個運動 似乎是說大洋運動 是非常之好 香港人都知道 馬拉松菜 是 很流行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體重 他發現 那個人 如果體重低一點的人 如果減體重 就是會令到你的身體 腦細胞沒有那麼容易流失 即是說 即是減肥 即是做大洋運動的減肥 不單止令你減肥 其實也都是 讓你那個記憶力 可以加強 或者保留得更好 所以你看到 即是我們運動是很好的 你看到香港為什麼 那些人這麼長壽 全世界最長壽的地方 當然香港人有很多運動機會 香港的行山徑 根據我有位朋友 他是很喜歡行山的 我以前在加州住 來到香港工作了幾年 他有機會在香港行山徑 他說香港行山徑是全世界最好的 你看到為什麼香港人這麼長壽 因為香港人有很多機會做運動 還有香港地方 駕車不是那麼方便的 那你要叫車 有時候有些路程 短過頭的士人都會罵你的 所以香港人有很多需要走路 我們可以看到 香港是一個很多機會做運動的地方 環境又是適合很多老人家 可以做安全做運動 那這個解釋到 為什麼香港的老人家有這麼長壽 當然了 長壽都要表現我們那個腦袋要好才好 健康的長壽 所以今集大家了解了 其實最簡單的 強腦的運動就是強身健體 是的 其實現在所有人都知道 要有運動 你的身體才會強壯 更加多 之前我們幾集都講過 因為很多時候都需要我們增加 我們的血液情環 所以剛才講到大氧運動 他的目的都是增加血液情環 所以血液情環不是說只是在某一方面 一定會上到我們的腦那方面 所以這個也會延誤了 或者是防止了我們的腦退化症 甚至乎研究上面出現了 如果已經有輕微的病症 其實這個加速他們的運動 即是一個加強他們的運動量 都可以幫助到有改善的 多謝阿余醫生今天和我們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阿余醫生做一個回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也可以透過Skype 和阿余醫生做一個網上的回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預約的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在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了 好,今天麻煩你了 余醫生,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